丁礼海涛法师 感恩您能够听到您的讲法 我就是有一个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小问题 就是我之前 在视频上看您讲过 就是那个陀罗尼咒 然后呢 我们就自己在家 把那个打印出来以后呢 买了一个那个风铃 那个风铃 搁在一个盒子里挂在 我们家的门口和院子里 然后我 就是最近发现 就是院子里的虫子 那些东西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车库里呢 我就放了一个念佛机 因为我觉得车库里都 家里的车库里 也有很多虫子什么的 但是我最近也发现 这个虫子也比较多 我现在想请问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给予 我想 随缘 这些虫一定跟你 类似有很深的缘 我们还是按照佛教的 发心 想要帮助它 就是说 希望这些佛号 这些咒语 能够 让它听闻以后 将来不要再做虫子 你要升起 你不能有一个说 这么多虫很烦 你不能有排斥它的心态 你要所谓空性就是我可以全然的接受 接受它 希望去爱它 那你要升起这个想法 所以 如果你升起这个想法 然后希望这些声音这些咒语对它有帮助 事情就会改观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时间过去了 他们可能都超度了 那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 一直要告诉你自己 就是说 不能排斥就对了 这样就比较重要 感恩 但是 好